后疫情时代准备好了吗? 疫情带来什么改变?是长期的 而且很多是不可逆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想 等疫情过后你要怎样怎样 你必须要马上做调整 为了避免被传染 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这是这个疫情带来最大的改变 所以目前都是以线上的社群媒体为主 线下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为辅 你常用哪些社群媒体 而又如何导入你的工作与事业 你应该听过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 要有危机意识 因为本业随时会被大环境突袭 像这一次的疫情 很多百年老店大公司纷纷倒闭 所以如何强化你本业的竞争力 增加副业以及被动收入 是不二法门 以不变应万变 我话讲完 谁赞成 谁反对